大白天下午近新闻独家直擊 遠景專程來到西門町這家服飾店 找店員問清楚 因為我剛看 我們全然要把美國人扣掉 還有一個報警的威脅 驚動遠景到場 引起民眾騷動 警方和店員從店內聊到店外 風感大意 因為最近西門町辦燈節 草木皆兵 人來人往的西門町商圈 尤其這裡又是行人徒步區 加上近期還有台北燈節 在此舉辦 服飾店正面軍列玻璃 也難免引起路過民眾 格外注意 服飾店外一整面玻璃牆 上頭爬滿裂縫 軍列點從最上方一路往下 一度還讓民眾以為是被開槍 因為大年初五那天 西門町才發生槍擊案 警方逮到了兩名嫌犯 已經被收押 槍指也都被查獲 現在在西門町服飾店 發現玻璃軍列 也難怪引發路人多做聯想 這邊有彈孔 應該不是吧 好可怕 被打碎了 雜電 它不是裝置藝術嗎 它是玻璃爆料 溫度嗎 我覺得溫度吧 玻璃軍列地點位在西門町徒步區 駐離台北燈節 主燈市燈區以及派出所 也僅僅幾百公尺距離 警方陣與店家調閱監視器 釐清玻璃軍列原因 店家也在門口圍起紅龍 避免玻璃碎裂造成人員受傷 也已經找廠商前來維修 由於玻璃大面軍列又恰巧發生在槍擊案附近 走過路過不免看的路人 是駕駕駛 進行為重報告